這裡有他幾個功能 我們稍微介紹一下 如果說你在做新的 這個筆記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從這邊插入 有沒有發現 他除了新的頁面以外 他還有表格啦 圖片啦 附件 連結甚至直接錄音 所以 這個是他的優點 尤其在他的表格的相容性上 因為這個有不對稱的 不對稱的優勢 因為他Office的經驗 對不對 所以他表格相容性相對比較高 這是他的優點 當然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是也可以用什麼 附件的方式也可以 那不管是你在 雲端的 還是用在我們就是 單機的 有沒有發現都差不多 對不對 拍照的那些都可以 這是 OneNote的部分 那麼 Evernote的部分呢 我就給各位看一下 像這樣子 畫面好像比較複雜一點 對不對 其實沒有那麼複雜 因為我標籤比較多 標籤比較多 像我右手邊這個就是 我在手機板的部分 因為我平常有時候會這樣手記嘛 就記一記之後我就把它拍起來 我就加到裡面來也可以啊 對不對 當然其實平常我 用那個 KEEP的機會是比較多啦 KEEP的機會我用的比較多 因為雜事的部分就是那邊記就好 就記好了 那我在這邊做整理 所以 你看 還是一樣 但是他跟 我們講的 OneNote哪裡 不一樣 他雖然也是筆記本 可是他有標籤的概念 標籤概念是我覺得 跟OneNote 最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 同一篇 就是可以規料到不同地方 所以 今天哪個標籤 我可以像這樣 我也可以 拖曳啊 有沒有 你也可以移動 那麼在微軟的那個彎端裡面就不能做這件事情 就是你規料到哪個資料夾 就是在那個資料夾 就不能這樣 那麼自由的移來一去 那 第二個當然就是他同步速度相對是快很多 那麼各位現在主要 有沒有人用的是付費版本 應該沒有嘛 有嗎 他現在免費版本就是一個月的流量 就同步的流量是60Mb 看起來是不多啦 但是應該剛開始用應該都還夠 那至於說你 以後要不要 就是在 做升級 那就看你自己的決定這樣子 那 他們 另外一個好處是他在搜尋的部分 全文檢索 確實比 微軟快一點 確實比微軟快一點 所以 以我個人來講我相對我是比較喜歡用Evernote 相對比較喜歡用Evernote 那因為在雲端也好 在個人裡面 都相對很快就可以找到你曾經用過的東西 這樣OK嗎 可以啦 所以 其實你可以稍微看看 那麼第一次 你在用Evernote的時候他會有一個教學 就是叫你建立這個 建立這個 擷取有沒有 然後就開始同步你的帳號 你如果有勾過這 我故意留一個 不勾 因為我要給你看這個畫面 那如果你都OK了 你就把它關掉就OK了 他就不會吵你的 這樣了解 那 最近呢他推出了這個Evernote 5.0 其實我覺得 6啦 他現在是6 這個 來你看一下 關於 有沒有他現在是6.0的 確實 有很多不錯的功能 就 相對起來他的進步會比微軟快一些 微軟快一些 所以 當然如果你覺得說 我覺得用微軟就夠了 那也可以 因為我覺得微軟那工具也還是不錯 尤其你在單機上使用的時候確實速度就快比較多 好就是 雲端的那個比較慢 還有就同步的部分會稍微比較慢一點 一個原則 筆記 要怎麼樣 要能夠重複使用才是 比較好的筆記 跟我們剛剛那些 有沒有發現我們今天都一直強調 重複使用 因為你既然花了時間做收集 我們就希望怎麼樣 我用的時候隨時可以叫出來 這是最好的 所以包括你看我們從本機端 從雲端 瀏覽器的擴充工具 都一直在強調這個核心概念 那你把這個核心概念穩住了 其實以後你要用什麼工具 就是 很單純啊 你其實覺得這個符合我的區 我就拿來用 就OK啦 OK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 時間上大致上只能到這邊 不知道各位對於今天分享的 還可接受嗎 可以啦 希望大家有學到東西 那麼最後的話呢 麻煩大家就是 我們 上面不是有一個那個問卷嗎 您可以回到這邊 在這裡 回到訊息這裡 有一個問卷再麻煩大家填一下 那裡面呢也有 我們一些就是之前的那個課程 好之前的那個 有上過的主題 如果有哪些主題 您覺得不錯的 也可以勾一勾 我們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再跟各位分享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